有八仙嶺綠色心臟美裕的沙羅洞 環境優美 人肉全港六成半蜻蜓蜜種 和三成半蝴蝶蜜種 還有各式稀有醬料和淡水魚 是本地其中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但由於政府計劃將沙羅洞裏部分官地 賣給發展商在大型堪牆 10個環保團體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各自計劃 他們說骨灰堪牆佔地大約4公頃 其中1.5公頃左右 在自然保育優先地區範圍 而且擴闊上山的道路 會破壞多16公頃的樹林 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濕的地方 濕的有植物的地方 現在它的做法是 一是弄到那棵東西乾了 一是污水進去毒死那隻魚 所以不是講百分比的問題 而是他們剛剛就在沙羅洞 最具價值的地方搞贏 環保團體有估計 當局急著在政府換屆之前 完成環評報告的公開諮詢 顯示當局很緊張這個項目 整個程序之中它要闖頭一關 我想這頭一關它都很重視 如果這一關闖得過 其他的委員會和其他的討論 是對它會相當有利 環保團體有建議政府 以等價地換地的形式 在發展商手上拿回沙羅洞的業權 然後納入八仙嶺郊野公園 保護那裡的生態環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浩報導